紅袖柱有喊出說 他願意代表台灣出面來爭取中國的疫苗 那現在副指揮官認為說這樣恰當嗎 我們在疫苗的部分都一直 從去年到現在 都有透過該跟COVID-19的平台 還有各家的廠商 那也都有訂定這個聯繫 那也有訂定了一些相關採購的契約 這個也在指揮中心裡面 都有多次的跟社會來做說明 那按照大家也都知道 COVID-19的平台 加上其他我們個別 跟個別的疫苗廠商所購買的 那都有達到一定的數量 最近我們可以明顯感受 那中國對於台灣的這種認知戰 是不斷的有一些威脅 所以為什麼我們要不斷的跟大家說明 假訊息的內容 就是要讓社會互相的提醒 那這些錯誤的資訊 假的資訊 那我們要立即來阻斷 不要讓這個認知戰 來影響我們台灣社會 對於中國的疫苗 我相信我們國人 應該信心度是不足的 我們對他的信心是不足的 我們全部都在那邊 對於中國的生意 我來他們都會發動 我們會看到 我們有一個天道 我們就會看到 每天都有生意 聖休息的 我們會看到 大家有很多 情境的 我們會看到 我們會看到 遠足 我們會看到 我們會看到